以天屠龙纪四大组合实力排名 第四名 波斯风云三世 根据原著的描述 以金花婆婆武功之强 便是天下最厉害的三名高手 也不可能一招之内 将她抓住病治出去 可是波斯风云三世 却硬生生地将这种不可能 变成了现实 看到这一幕 张无忌震惊不已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的事情 差点让她怀疑人生 因为自从练成九阳神功 和乾坤大摩一以来 在得张三峰指点太极惊傲 张无忌纵横江湖 以无敌手 不料却被辉月使 这样一个女子接连打中 第二次若不是她有九阳神功护体 手腕早就断了 张无忌惊害之下 就想暂停进攻 看清对方武功露数 结果这一迟疑 又挨了妙峰使重重一击 与此同时 刘云使突然纵身而起 在空中连番三个惊斗后 又猝不及防地用圣火 令猛击无忌的尖头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又全无征兆 打得张无忌晕头转向 可以说 灵蛇岛这一战 是她出道以来最狼狈的一场战斗 几番交手下来 张无忌才知道 风云三十五攻并不高 只是因为招式太过诡异 兵器神奇之极 阵法不像阵法 套路不似套路 实在匪夷所思 加上三人又配合的天衣无缝 刚打中一人 下一秒其余两人就手尾相连攻到你眼前 而且每个动作都不按套路出牌 这才让她措手不及 后来小招根据圣火令上面的波斯文字 破解了对方的武功路数 说给张无忌 无忌发现他们所使用的 竟然是乾坤大魔依第一层的入门武功 只不过经过波斯人的加工改造 跟圣火令上面诡异的招式相结合 变成了奇怪无比的旁门左道 摸清底细后 张无忌在第二次交手时 轻而易举的就将风云三十打败了 第三名 玄冥二老 玄冥二老是汝阳王府里最厉害的高手 也是以天屠龙记中武功最高的反派 这二人以及应急寒嫉毒的玄冥神掌 危害江湖多年无敌手 二人联手出击的情况下 恐怕只有张三丰和张无忌才能对付 第二名 少林三度神僧 少林四辈分最高的度恶度节度难 三人一起枯坐三十年禅 修炼而成的金刚伏魔圈 无懈可击 根据原著的描述 张无忌曾以九阳神功 配合圣火令上面最诡异的武功闯阵 结果不仅毫无作用 而且他的神势还陷入旁门左道的魔障 在打斗过程中突然失声大笑 金毛狮王谢迅感觉到张无忌有危险 这才在地牢里大声诵读金刚经 将其唤醒 众生得闻誓经信解受持 之人既为第一喜忧 可以顾 此人 无我相 无人相 根据杜恶本人的说法 金刚伏魔圈的战力 相当于两个神功大成的张无忌 其中详情已经在前面的十大排名里说过 第一名 武当七侠 武当七侠单打独斗的话 他们的实力都排不上前十 但若是组合在一起 形成真武七结阵 就能称霸武林 真武七结阵由张三尊所创 分别使用 各有精妙之处 若师兄弟二人合力 则相辅相成 攻守兼备 瞬间威力大增 若是七人同师 有如六十四位一流高手同时出手 可以无敌于天下 根据原著的描述 以天江湖中算得上是一流高手的 除了武当外 不过寥寥二三十人 真武七结阵乃是武当阵派绝学 一般不会使用 在张三封百岁寿臣之际 武林群雄上武当逼问金毛师王谢逊下落 面对少林高僧的多多相逼 宋远桥决定使用此阵退敌 于连周和张松熙也觉得 使出真武七结阵的话 武当稳操胜算 谁知就在大家准备摆阵时 于代言情绪骤变 导致张翠山夫妇因为愧疚而双双自吻 群雄见此变故 也就自行离开武当 没有打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 真武七结阵的威力未能呈现于世 成了一天一大遗憾